中国网球女将彭帅事件持续发酵 彭帅2日在微博上指控 前中共副总理张高丽曾经对她信心 不到30分钟这篇文章就遭删除 彭帅就此下落不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2日表示 美国与全球各地关系者彭帅的动向与安全 呼吁调查张高丽性侵他人的指控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彭帅事件促使英国政府与五眼联盟的盟友 美国 澳洲 纽西兰和加拿大政府正在积极考虑 外交杯葛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开证实 外交抵制表示美国运动员仍会参加北京冬奥 但不会有任何官员出席 多名政要呼吁拜登政府应全面抵制北京冬奥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指出 派运动员参加冬奥将使正在进行人权暴行的中共获益 另外法国驻华大使馆22日在微博发文 对彭帅处境表示担忧 网友发现许多评论都被删除 大多只留下攻击法国政府的留言 而其他关于彭帅和张高丽的相关新闻 仍被中共屏蔽和封锁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 给大家看